而在国民党方面要争取台北市长选战的连胜文还有丁守中 今天也是同场败票 不过却刻意的回避 原因是因为连胜文在前一天抢进了立委丁守中的选区 却被区党部主委立共要连胜文当丁守中的副手 连胜文认为党内不应该有排他性 否则在初选完之后很难整合 而丁守中方面则回应 要进厨房就不要怕热 要选市长的人应该要能够有包容各种情形 南营台北市长初选即将开跑 丁守中连胜文也提前点燃战火 同一个败票场合连胜文踩走 丁守中紧接着到两人不愿同台 导火线就是前一天的这个场合 如果他当任台北市长的话 一定选原先生当副市长 不 连胜文踏进丁守中地盘 士林区争取支持 却被党务主管 要连胜文去当丁的副市长 这口气吞不下要党中央处理 否则初选后难整合 但丁守中回应要进厨房就不要怕热 党内有排他性 那么我觉得我们只有坚守这样的原则 我想我们才有办法在初选后整合 在西瓜靠大边的情况之下 然后我们面对的人情冷暖 事实上是感受非常深的 如果那个叫做委屈的话 那我们每天都在感受委屈 两人隔空交火 北市党部主委无奈 区党部主委是义务职 只能再要求各基层党务要中立 在党务的会议或者党务的活动 这个过程啊 不要做这样的表达的确是不恰当 蓝营台北市长党内提名站 可能在本周宣布将被纳入在第四波的提名时程 一旦纳入就确定4月23号就要完成提名 只剩一个多月只要分胜负 也让联丁阵营烟销味越来越浓厚 记者林玉璇林志坚 陈宝罗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